聖露武士有稱聖殿騎士團 全稱是基督和所羅門聖殿的貧府騎士團 1099年十字軍宮佔勝成耶路撒冷 仍有眾多歐洲基督徒須長途拔洩前內朝聖 此時因十字軍的主力已經返回歐洲 所以往朝聖的路途充滿空險 常常遭到強盜襲擊屠殺 正因如此建立了聖露武士 以保護歐洲而來的朝聖者 約1119年 兩位當年曾參戰的法國貴族 ユー・ディ・ペイオン和ゴー・フリー・ディ・ソン・オーマ 提議成立一個修士會 以保衛朝聖者的安全 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二世同意 並允許他們以聖殿山的阿克薩清真寺 或阿克薩莫克作為根據地 傳說 該子建於昔日所羅門聖殿的廢墟之上 修士會因此得基督和所羅門聖殿的貧府騎士團 《Poor Knights of Christ and the Temple of Solomon》一名 據聞聖露武士知道所羅門聖殿地底中所藏著的秘密 所以故意要求在這裡作駐紮的地方 以便將深藏在地下的秘密文件找出來 這些秘密令他們得到聖殿的寶藏和大量秘密知識 但最後卻因而慘遭屠殺 聖露武士的力量和財富在後來卻是大得驚人 他們被認為是十字軍時代中東方真正的主人 耶路撒冷國王對抗阿拉伯人士 也主要是依靠他們的力量 聖露武士創立後很快就引起了貴族和教會上層的重視 當時著名的修士聖伯爾納寫文章支持聖露武士的行動 在聖伯爾納的影響下 騎士團迅速發展壯大 1139年 教皇應樂心而世發佈聖譽 再次確認了聖露武士的地位 在政治上 騎士團只需對教皇負責其他爭俗政權 並沒有權利指揮他 在經濟上 騎士團不僅享有免稅的特權 而且還可以在自己的領土上收取11歲 教廷賦予的特權 使聖露武士在短短數十年內發展成一個強大而且富有的組織 同時也將騎士團牢牢掌握在聖座之下 此後聖露武士成為羅馬教廷所擁有最可靠的力量 聖露武士初期得到極多地產 奠定其發展基礎 其後發動募捐及組團海外朝聖 又從事銀行業務與商業 以壯大其資產 他們掌握東西方之間的商業活動 各地擁有分支機構 法國和英國更曾將國王預富委託其保管 聖露武士所擁有的財富 只能以富可敵國來形容 十二世紀末 騎士團在歐洲擁有九千多處的產業 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教堂和城堡 如倫敦的聖殿教堂Temple Church 和柏林的聖殿工Temple Hall 騎士團亦曾經擁有整個賽普勒斯島一段時間 他們的富有使他們能夠維持一支強大的職業軍隊 即使在戰場上有巨大的損失 他們亦能迅速恢復 雖然聖露武士在當時的金融圈舉足輕重 被人認定是富甲天下 但卻因此成為其毀滅的原因 他們是法國國王的大債主 擁有數千座城堡和巨額財富 國王和主教因此羨慕與疾恨 於是法國國王斐力四世 編織二端罪名將他們剷除 在1307年10月13日的星期五 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 全法國的聖露武士成員 差不多全都被逮捕 並被限制使用任何財產 以防止將財產轉移出國 這個都是因為以精靈能幹著稱的美男子 法國國王斐力普四世才以廣發密函 命令各地官員同時打開密函 並執行他的整肅行動 真相是法國國王想通過打擊聖露武士 活收其財富以補充日吹菌菌的財政開支 在巴黎一處便逮捕了138名聖露武士 包括其大團長瓦克·德莫萊 他們很多死於審訊 其餘處以火刑 這是黑色星期五迷信的由來之一 雖然如此 聖露武士卻巧妙地把大量財富隱藏起來 因為羅馬教皇在法國國王採取行動的前幾天 已靜靜地向聖露武士通風報信 明顯地聖露武士和羅馬教廷已達成協議 讓一部分的共濟會成員傳活下來 並與教廷分享他們從聖殿寶藏裡所得到的財富 以及古代高等的智慧和知識 我們可以從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教堂的祭壇和壁畫裡 看到以獵戶座作為藍本 以及在梵帝綱放置古埃及的放箭臂和圓頂的建築物 可以得知羅馬天主教已得知共濟會的秘密 據歷史記載 當聖露武士總團長德莫萊在獄中獲釋 法國正要徹底摧毀該修會的時候 就採取措施以保存聖露武士傳統和高尚的基本教義 他將自己的侄子以及年輕的伯爵德、博熱傳召到獄中 讓伯爵秘密地繼承了他的職務 並讓他在上帝面前發誓 為了將來拯救聖露武士 需要將一些寶藏保存至世界末日 他告訴侄子 前任總團長的遺體已經不在他的墓月 而在他墓月裡珍藏著聖露武士的檔案 藉著這些檔案 就能夠找到很多聖物和珍寶 他們是從聖地帶來的 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國王的皇冠 所羅門聖殿的七支竹台和四部金福音 在總團長墓月入口處 祭壇的兩根大柱子裡面 這些柱子的柱頂能夠自行轉動 在空心的柱身裡面 藏著聖露武士巨額的財寶 1314年3月18日 聖露武士總團長德莫來受到火刑 被法國國王燒死在柴堆上 隨後基謝德博爾伯爵 就成立了一個純建築師組織 也即是後來的石像組織共濟會 他請求法國國王 准許將莫來的屍體 賣藏到另一處 而國王也同意了 於是 他利用得莫來的棺材 值機會 從聖露武士教堂的大柱子裡面 取走了黃金、白銀和寶石等幾箱的寶藏 並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聖露武士有自己獨特的一套神秘符號 據說 他們就是使用這種符號 和秘密的宗教儀式 來隱藏和重新取出他們的真寶 其他聖露武士的成員 都由歐洲各地 逃到英國的蘇格蘭 並建立了著名的共濟會 羅斯林教堂 共濟會由此在英國開始成立 並且後來也成為銀行家 在背後掌權全球的政治和經濟 在背後掌權全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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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連結成人